这个国家的人民收入中位数应该趋近于零 因为他们的政府根本就不希望有良心的人过去 与其说是政府呢 不如说是盘踞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 你当然可以说柬埔寨是垃圾国家 但你也要想一想 在这里专坑中国人的都是所谓的同胞 究竟是谁的错 还是说在座的都是垃圾 以后谁再让我去柬埔寨 我先去你 你有钱可以投资 有头脑可以做生意 啥都没有 你的价值就只有诈骗集团就感兴趣了 他在你眼里也许是妹子 你在人家眼里不过是妖子 没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人 终将被他人所左右 或是沦为毫无原则和底线的金钱奴隶 今天天气不错 就出来公园散散步 我现在是在赵帕亚河旁边的一个公园 也就是俗称的魅南河 但是因为泰国今年的天气非常不正常 从三月份开始到现在 一直下雨 这个雨季拉得特别长 对像我们这种做农业的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今年都是亏惨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水位非常的高 就是公园的这个步道都已经被淹没了 可见今年的这个雨下的是有多夸张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就是最近网上闹得比较火的事情 关于柬埔寨卖猪仔的这个事件 当然这把火已经烧到了整个东南亚 包括泰国 有许多朋友留言给我 想问问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确实有必要聊一聊 所以今天我就把我的一些经历和经验 分享给大家 其实柬埔寨诈骗集团这个事情根本就不是新闻了 如果你经常看我的节目 你会发现我以前的节目里多次表示坚决不去柬埔寨 当时没有说为什么 其实我一共去过柬埔寨三次 第一次是和朋友去乌哥窟玩 第二次是自己一个人背包客乱走 第三次是Visa Run 其实第三次去柬埔寨之后我就发誓 至少一百年之内我都不想再踏入这个国家了 第一次去柬埔寨只去了几天 那时候只是想看乌哥窟 所以就直奔先利 比如这个路线是简国最成熟的一个观光路线 外国人巨多 一路是风平浪静 完全没有任何波澜 除了东西怒难吃以外 其实我对它的整体印象还是挺好的 下面水位太高了 水都已经冲上来了 可能有朋友会说 一个有过红色高棉大屠杀的国家 你怎么能对那里印象好呢 我当然知道了 不过我认为不应该把政府和人民绑在一起 反人类的是红色高棉 以及它的帮凶们 大部分柬埔寨人是无辜的 他们更是受害者 我非常不赞同原罪论 更排斥指责受害者 所以才会想要去第二次 想看一看真实的柬埔寨人民 生活是什么样的 第二次去就是一个人背包了 也没什么目的地 就从柬埔寨边境一路搭车到金边 路上还认识了两个荷兰妹妹 欧洲那个荷兰 就一起半行了几天 沿途还租了兔兔 经历了一些村落 那个原始的生活状态 真的是让我震惊了 都是那种木头盖的简易小屋 没电没水 房子里边看不出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买的 生活全靠自己 能不能自足就不一定了 然后再对比这个首都金边 那些金币辉煌的赌场和政府大楼 我就明白一件事情 如果说柬埔寨的人均GDP 是世界最低的 年收一千多美元 那真实的简人 相当于每个人被平均了一千多美元 这个国家的人民收入中位数 应该趋近于零 因为这些GDP 全是那些特权阶层和外赏创造的 一分钱都没有进到柬埔寨人民手里 当然了作为中国的非地 诈骗重灾区的西港 我在那个时候早就听说过了 压根就没有想要过去 尽管我知道有些人也是做正经生意的 但我一直都是对那种疯狂建设 而不顾当地百姓死活的行为 嗤之以鼻 柬埔寨政府无疑是极度腐败的政府 与其说是政府 不如说是盘踞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 而这些中国人的投资 无疑是养肥了这只吸血鬼 让他们更有力的去榨干底层人民 我们在柬埔寨花的每一分钱 都养不活任何一个柬埔寨百姓 即便是你想去他们的乡下 做志工救助他们 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们的政府 根本就不希望有良心的人过去 曾经有一对美国夫妇 变卖所有家产 去柬埔寨乡下开诊所 救助当地的贫困百姓 那不但被当地的官员各种刁难 妻子最后甚至还被人强暴 当地警察不仅毫无作为 反而勒索他们 那伤透了心的他们呢 就最终还是回国了 这就是帮助他们人民的代价 从那时起 我就已经下定决心 不想再来这个国家了 当你看着他们的小孩 看向你啊 眼睛里都是天真和可怜 那种无力感啊 真的是让人心如刀割 眼不见为敬 是我唯一能做的 第三次去呢 则是因为泰国的签证到期 被无良中介骗 跑了一趟柬埔寨的Visa Run 结果呢 泰国签证也没办下来 就在太监边境的波贝啊 困了将近一个月 虽然我没去过西港啊 不过像波贝啊 菩萨这类地方 其实和西港也差不多 全是中国人 就像是中国的这种县城一样 那中国人开的餐厅 食杂店 路边坛应有尽有 我和中国县城的唯一区别 就是这里有赌场 当然也都是中国人开的 不得不说也多亏了这些赌场 我才能再波贝活下来 那除了每天在赌场蹭吃蹭喝之外呢 靠着一点点的运气啊 大部分这个住宿前是靠赢来的 不然真就要睡大街了 尽管如此啊 还是恨不得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一秒都不想多待 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块法外之地 你的生命安全没有任何的保障 你千万不要抱着他乡欲估之的念头 在这种地方赚钱的中国人 大部分和你的文化层级几乎不在一个次元上 看穿着就看得出来啊 量产的唐山大哥套装 平头T恤牛仔裤 金链纹身假脚脱 都是这样人的地方 你敢多待吗 反正后来我知道被中介骗了 签证无望之后 赶紧把护照拿回来 火速包车去机场 离开了这鬼地方 那现在想想呢 当时把护照给他是非常后怕的 还好他只是骗了我的钱 没把我卖掉 那我他妈的还应该感谢他了是不是 Go fuck yourself 不过在我离开柬埔寨的最后一刻呢 还是被当地的海关狠狠地勒索了一笔 那更加坚定了 我永不踏入此片土地的决心 以后谁再让我去柬埔寨 我先去你 以上就是我在柬埔寨的一些经历和经验 如果你看到这里 相信你对该国也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柬埔寨卖猪仔的问题 我虽然一直说不想再踏足这片土地啊 但原因并不是柬埔寨人造成的 而是柬埔寨极度糟糕的政府 以及那些中国的投机客造成的 都说贫穷和不均是罪恶的温床 而这温床孕育的 正是这些投机客人性中最大的恶 柬埔寨这个国家固然像是一个破掉的臭鸡蛋 全是漏洞 但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啊 为什么吸引来的几乎都是中国人 贩卖人口 各种不法生意 为什么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在做呢 你当然可以说柬埔寨是垃圾国家 但你也要想一想 在这里砖坑中国人的都是所谓的同胞 究竟是谁的错 还是说在座的都是垃圾 我们再来说一说泰国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没错 之前盘踞在柬埔寨缅甸杜拜等的犯罪集团 现在不少都跑来泰国了 不过呢 也不太需要啊 过于担心泰国的治安问题 首先泰国啊 对这些电信诈骗和人口贩卖一直管得非常的严 以前经常有诈骗集团绑架人质 过境泰国的时候被抓 泰国政府虽然也腐败 不过不至于不作为 毕竟啊 泰国是东南亚的第一投资和旅行目的地国家 那来这里投资旅行养老的老外啊 是不计其数的 泰国不会因为贪图诈骗集团这点小钱 而坏了自己的招牌 诈骗集团也极少在泰国境内冒着高风险作案 最多就是把钱放在泰国啊 或者在这边享受生活而已 再就是泰国人都是举报狂魔 稍微有点可疑的 就马上举报 你大可不必过分担心 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 其实这些诈骗集团呢 早就不是新闻了 只是今年被台湾人踢爆了而已 并不是突然变多 也不太会影响泰国的犯罪率 大家可以自行去那个Nanbell上查各国的犯罪指数 我给大家展示的犯罪率啊 是从低到高排序的方式啊 大家可以看到泰国在世界范围来说啊 算是比较靠前的水平 像加拿大英国澳洲的犯罪率都比泰国来得要高 当然了这些数字也仅仅是个参考 你在一个国家生活所感受到的安心感 也不是数值这么简单 我个人觉得泰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 最后再来说一说我们要如何防患于未然 虽然这些犯罪集团在泰国相对没有那么嚣张 不过我们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像我就经常接到诈骗电话 中文英文泰文的都有 最多的就是什么包裹让你取之类的 还有冒充中国大使馆打来的 我一直都非常相信我国的大使馆 有事情打电话的时候从来没接通过 怎么可能闲到给你打电话 那这类的直接无视就好了 不过骗子的手段是一直在升级和与时俱进的 像现在的招聘诈骗 大家一定要留心 什么学历技能不问又高薪的工作 一定是假的 我没见过哪个正常的企业招人还完全不设条件的 还给你买机票 办签证 包实诉 越是现殷勤的 越是图谋不轨 我想白一点 在国外找工作的难度绝对比你在本国要高得多 如果你对你的技能和语言没啥自信的话 最好不要指望在国外能找到什么好工作 你有钱可以投资 有头脑可以做生意 啥都没有 你的价值就只有诈骗集团最感兴趣了 除了招聘诈骗之外 比较常见的诈骗还有这种交友诈骗 我知道有些人喜欢玩交友APP 不过现在的交友APP 不像早期的相对单纯 要么交 要么有 现在的交友APP上面充斥着各种骗子 有些就算是老司机也难以分辨 他在你眼里也许是妹子 你在人家眼里不过是妖子 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这些不靠谱的交友 我不是什么圣人 我也是老色批 但我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能花钱解决问题 尽量花钱解决 越是容易得来的 就越危险 另外就是日常生活中 尽量保持低调 不要炫富 也不要借钱给别人 在泰国偶尔有中国人绑架中国人的事件发生 一般都是因为债务 或者是险富而被人盯上 前阵子就有一个 还好最后是性命无碍 嫌犯也马上被逮捕了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说 我看到网上有许多人指责那些 被骗被拐卖的受害者 说他们是笨蛋或者财迷心窍 才被人有机可乘 这就是典型的检讨受害者理论 就像是女孩子被性骚 就指责她穿着暴露 犹太人被纳粹屠杀 就质疑他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一样 指责者根本不去考虑被害者的情况和背景 只是事后诸葛一般的去批评被害者 这就是对被害者和被害族群的二次伤害 这个世界上几乎不存在什么完美被害者 被害者或多或少都一定有漏洞 任何人都会有漏洞 都有几率被骗或者是被侵犯 有问题的不是漏洞 而是盯着这些漏洞图谋不轨的人 再就是真爱生命远离同胞这句话 要看特定环境 像西港那种都是投机客的法外之地 当然要远离 不过在一个相对正常的社会环境下 可以谨慎 但不至于一刀切 我本人是反原罪论以及反极端民族主义的 不会仅凭国籍就给对方贴标签 但是我有我的方法选择值得结交的人 对我来说什么人值得结交呢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这是我最欣赏的大师陈寅确先生的毕生写照 没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人 终将被他人所左右 或是沦为毫无原则和底线的金钱奴隶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最后再多说一句 大家出门在外 还是要多加小心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好了我是曼古猫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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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